姐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想给大伙添堵 那就非得住酒店啊 这是电视台安排的呀 你跟妈说了吗 那你就帮我跟她说一声吧 我说跟你说能一样吗 我天天跟她见面 你都两年多 没怎么跟她说话了 饭好了没有啊 你俩怎么样了 问题解决了哈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明天就去 还要做婚姻咨询啊 姐 我不跟你说了啊 主播马上就到 我得给她做饭呢 哥 太糊了 怎么办啊 你那还有别的吗 什么菜啊肉啊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了 就剩一根葱了 已经饭了半多月了 还能吃吗 反正吃不死人 吃完了她能记你一辈子 我说清啊 我觉得你跟妈 应该好好聊一聊 哥 你说什么也没有用 反正我不想给她打电话 再说了 那天是我的生日 她得有个妈样吧 来啦 来喽 给 谢谢 行了 行了 你们俩逆步吧 我去跟妈说去 谁啊 哥 嗨 哥 你太靠谱了啊 你要是不给妈打电话的话 以后少不了有事 能有什么事啊 再说了 我都是成年人了 是非价值观 他干嘛总干涉我啊 哥 你要为我好的话 就赶紧挂电话吧 我 依旧别见 好想你啊 别见 傻子猜见呢 烦死了 谁啊 谁啊 喂 哥 你还有什么事啊 我忘了问你了 明天要我去机场接你吗 你等会儿啊 超食堂 姐 我明儿接你去 我想你了呗 好吧好吧 你们两个明天一起机场见吧 没礼貌 对不起亲爱的 情绪全美了 没事 你不就回去几天吗 又不是直接去接那伙了 你好坏 你好坏 我找到酗酒的这儿了 谢谢谢谢 爸 你要喜欢喝酒 你跟我说呀 我陪你在家看呀 谢谢 因为这两年多 你早就不把我当女儿看了 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因为我没有嫁给你当初帮我选的男人 不顾你的感受跑到上海去了 我呢 从前是个酒鬼 现在是 今后我还是 试试我哥 就因为我是你哥 才不让你出去 快 走出来 不 我们公司刚刚从贺产的边缘爬回来 我现在不想因小失大而给公司再造成麻烦 是你根本就看不起我 你是一个一辈子都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人 我现在得到的是我挣来的 夏文杰 我操事这个家我照顾孩子不丢人 你挣的那些钱不光彩 再包装也没用你 你还我女儿 林梅慧 你把佳佳还给我 我突然有了一个家 然后这个家 又没了 我所有的这些经历 是不是都是为了让我遇见你 告诉我你骗了我二十年是吗 那个人 他根本不是你什么朋友 他是你的情人 他才是我爸 在这里替我说的 你别说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到这儿来 就要为了看这个 我很不高兴 你们怀疑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我是这世界上 最好的弟弟是吧 我就不让你说 我就是要让你有负罪感 受良心的谴责 当别人快乐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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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脱了 很疼啊 对不起 孩子 想明白了 欢迎回家 妈 你变得真老了 是啊 妈的被窝最能是被窝 妈的被窝最能是被窝 妈 弟 我帮你瘦了啊 还行吧 你怎么没带猪播来这次 我带他来干吗呀 我可不想让咱爸给他上课 哥 咱爸说我什么 咱妈 咱妈说你要当超女啊 比芙蓉姐姐强 很久没看你们俩打架了 很期待呦 你们都饿了吧 想吃什么我请客 好 小蕾 随便你啊 这丫头两年多没出血了 咱俩累 全部喝酒就行 对了 你记得怎么样了 你操合 这小子还那样 你直接回曼城吗 我先回酒店吧 爹 心理治疗有用吗 慢慢来吧 你那饭做得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很容易没拍给她 来还是很多人 我先去看她 有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 你怎么把责做得过 不在她说 爱说你的男人 你男人 不在你 我说你的女人 我 我说你 我爱说你的女人 你不在尽量 我因为她没关的 那是不在一个人 回来了 我的大律师 老爸 来 让老爸看看 看看 我变了吗 还是一个小丫头片子 爸 我都多大了 还是压头片子呢 我在你心目中 是不是永远都长不大了 那当然了 女儿在爸爸面前 永远是个孩子 那个 我妈呢 赵清回来了 妈 挺精神的 是吗 你也挺精神的 你听吧 嗯 我看过你要去的那个栏目 是吗 您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有时候 说话的内容有点空 来 哥 嫂子 妈 嫂子 妈 嫂子 聊什么呢 其实给你们下什么米药了 聊得怎么开心啊 哥 是他们把我下米药了 帮她看看 帮她看看 谁回来了 来 来 救救 我让舅舅看看 越长越漂亮了 谈舅舅还是那么会说话 先别夸你舅舅 听说你在上海 办了好几个答案 帮助很多公司 把钱款都要回来了 真能干 我觉得啊 好多公司 你都不应该去帮他们 他们是活该的 舅 舅 不说这个啊 说说今天晚上该吃什么呀 来来来来 姐 我来吧 我来做清清最爱吃的清蒸排骨 都有 那个油闷大厦 行 也有 来 来 嫂子 请您工作忙吗 托您的福 校长他们对我特别照顾 说是下个学期 就让我当班主任了 太好了 我没错过晚饭吧 你想跑哪儿去了 你才回来 换一堂样 什么同样 又是那方方吧 跟你说多少回了 那不是一个好女孩 你又知道 一没头二没墙 她怎么着你了 乱 那女孩太乱 知道吗 我也没跟她认真啊 也是 你什么时候认真过呀 妈 她又没去找工作了 你今天就放她一次 行吗 您就挂上来吧 你让我看着 你送他 我们手上去 你是想救他 他想就能保证 你不得意 我还不得意 我的手想要还 才能放在我 我就可以看得到 你啊 你掌握了 我去除了 你啊 看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 行了 别皱眸了 明天上午到公司来找我 是 那婚姻咨询做得怎么样了 说让我们两个人 每周腾出一天时间给彼此 你说每周啊 除了看着孩子 还有那么多的工作 哪有时间呢 就是有时间 两个人在一起啊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现在呀 对那方面的事 我没兴趣了 姐 我跟你说 你得主动点 有用啊 你没事怎么知道啊 你试试呗 你跟周波 是不是很主动啊 你说什么呢 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女人啊 她懂得应用女人的权利 什么权利啊 自己想呗你 我弱智 我说你疯了 那你打我家里电话干什么呀 你打我家里电话干什么呀 账单在我手里 正得你交给我了 我会尽快解决的 不要再打电话了 我就不喝茶了 我最近有点失眠 是吗 来 莉莉 给你倒杯上来 牛 对啊 终于睡着了 秋秋啊 爸 妈 有人愿意跟我出去吗 我这哥们刚开酒吧不错 看看去 有工作的让进吗 你应该问八零前的让进吧 出过车祸的让进 前儿你去吧 我就不去了 爸 我太累了 好 都不去 我自己去 别乐自己嘛 晚安了 各位 不过话说回来 带勾归带勾 我对你们还是一把心臣 拜拜 小心点啊 好 你们 有人和我一样的担心他吗 我觉得 你们是不是太紧张了 赵莉已经很努力了 是啊 我也这么想 你们这么看着他 谁受得了吗 姐 我说得有道理 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宁愿住酒店 都不愿住家里的原因了 你要是住在家里啊 就知道我们怎么说你了 姐 我才不在乎 你们怎么说我呢 你们都说我什么了 腰伤腿短 哥 你太不靠谱了你啊 嫂子你不管管他 我可管管你哥 请问答案 问妈 你开家了吗 还没呢 我等着她反攻我呢 对了 那个 怎么没把主播带回来啊 跟咱们说说她这人怎么样啊 我是赵红 你都说什么了 没有 我没说什么 那是 姐什么都没说 那个 我们对这人也 没什么意见 清儿啊 说实话 自从你跟他在一起以后啊 就变得一点自我都没了 我觉得他这个人哪 太独断了 而且不顾及别人 以自我为中心 你们都想多了 是吗 上次我去上海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饭 吃什么喝什么在哪儿吃 都她说了算 连问都不问我呗 清儿 我就奇怪 你怎么能受得了呢 姐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 你们真的想多了 是我想多了 还是你被洗脑了 你以前嚷嚷的 那女权主义哪儿去了 我说赵红 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 都跟你一样吧 我 我 行行行 翻篇啊 猪波的话题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清儿自己觉得好 那就行了 反正她也没结婚 用不着做咨询 清儿 消了 对于各位的婚姻观和爱情观 我不置评 至于我跟猪波的关系 也请大家不要带我偏见好吗 诸位 如果诸位认为 小女子有什么可笑之处 就请场怀大笑吧 小女子甘当笑料 至于别的 就请齐力看唱门 走着瞧 姐 这可是你调下来的啊 对 赵红同志 就是你调下来的 不 那个 姐夫 你们慢慢喝 有说什么呢 还喝吗 你还喝吗 我们正在筹备竞标 可不知道为什么 前妻的预备资金 一直没有到位 可能是郑德 这段忙得太厉害了 把这茶给忘了 都拖了三个月了 还让我协商 都拖了三个月了 贷款又不是儿戏 你是我们请来的律师 那你目前的工作呢 就是去协调 如果做不了的话 麻烦总人 不是做不了 可你没见过银行的人 那个样子 这都第三回了 咱们以前也拖过贷款 有点小失误 这系统更新和重新统计呢 都需要有点时间 你请他们多多理解我们 好吧 有什么问题请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 这个是 谢谢 姐姐 三次了 怎么回事 我们呢 最新引进了一套 先进的 国外的财务系统 大家使得都不熟悉 放心好了 过一阵子就行了 你不熟悉 文杰 我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 我不该打电话到你家去 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实在是没钱了 我需要钱 我这里最近出了很大的问题 资金链短了 没 tripod 我这个来了 你赶快回去吧 爸 爸 你迟到了 爸 我刚才看见 没事吧 当然了 给你找个工作在酒店 明天过去就行 我没看错吧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带了生日礼物 我啊 想放放假 你就在饭店订了房间 我 我这样回酒店呢 电视台是我订的房 你不是说人情难缺 走走过场吗 话是这样说 可是 既然这样就不要太认真了 好吗 好 姐 那在舅舅的大护士啊 你来看 怎么了 你看这些账目 我都没见过 并且加密了 你见过吗 我也没见过 可为什么要加密呢 肯定是有问题 这是什么 这些账目为什么加密呢 我先问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呀 我怎么花钱 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 我 我知道 可是了解这些账目 也是我的工作 我希望您能告诉我 现在 对 不行 你们到这儿来 就要为了看这个 我很不高兴 你们怀疑我 舅舅 你误会了 您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看呢 对不起 我现在要去跟客户开会 没工夫跟你们两个孩子 在这儿纠缠 舅舅 现在公司在钱上面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只有知道原因 才能够解决它 您不要再把我们当孩子了 告诉我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吃这个 你也要做 公司最近的资金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加密的账目 这是怎么回事 您会告诉我吧 这件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但你必须保证 不能告诉你妈 我 郑德投资失败 投资失败 严重到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转 是的 她的嘴巴很严 具体内容 连我也不知道 爸 我知道 责任在我 我给她的权利太多了 不过 她的妻子早上 身边有无二无女 她跟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不行 郑德 没时间了 周姨必须要给孩子们一个合理的交代 知不知道 我给你交饮料了 我给你交饮料了 来 怎么了 在想什么 我在想电视台的事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你不会就同意吧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我想试试 我明白了 我真的觉得北京毕竟是首都嘛 有很多新的发展机会 我还希望你能一起过来呢 晓晴 我知道 这里有你的家人 老师 同学还有朋友 对你的事也有帮助 可晓晴啊 但未必没有更好的选择吧 晓晴 留在上海旁 嫁给我 你准备接受了 我还以为你要再想几天呢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受害者在思考 坏蛋的阴谋还没得逞呢 坏蛋的阴谋会得逞呢 主播 我 我还想试试那份工作 我的导师说了 只要你愿意来 他愿意扫踏相迎 再说了 孟老师的事务所在国内 真的很有名的 他接的案子都是 晓晴 腾飞已经让我过去了 腾飞 就是专门接国际案子那个公司 太恭喜你了 这么说 你的理想实现一半了 可是在我们之间 只能二选一了 没错 可我还是希望在上海生过 保家 马上 跟你说点事 药钱我这儿没有啊 找 palabras药了 逗你了 说吧 什么事 我昨天去爸公司找他 后来在他办公室里看见一女的 怎么了 我觉得他们俩那关系有点 有点什么 暧昧 你什么时候去的公司 昨天 中午 中午 夏文杰 他跟爸认识好久了 可能是去找爸办点事情 我见过他好几次呢 那他们俩没事吧 多新鲜哪 我天天跟爸上班下班的 他们俩要是有事我能不知道吗 你说你这脑袋想象力还挺丰富 行 讲了你个苹果 能当余悸了啊 郑德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你不用管那么多 再拖段时间就成 我会解决的 鹏飞 朱博和赵卿都来了 快点啊 来了来了 新鲜鲜 Ç宝 久彪 我们跟你说 你也喜欢新鲜啊 看看 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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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 assume 她说她想跟我结婚 是吗 好事啊 可是我对我现在的工作很感兴趣 我想试试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的 妈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想知道 我对你嫁给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男人的看法 你什么都不想说是吗 因为这两年多 你早就不把我当女儿看了 因为我没有嫁给你当初帮我选的男人 不顾你的感受跑到上海去了 就连赵磊听了我的建议 你把他出车祸的责任也推给了我 别说了 我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为什么不说呀 把事情憋在心里还不如说出来 赵磊跟你最亲 可你给他做什么榜样了 他说要开车到上海去找你 这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孩子该做的事情吗 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他 要是没有你的怂恿 他可能出那场车祸吗 还有 你当初离开家 你以为我生气是因为不喜欢珠波 不是 你错了 我是因为 我担心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你怎么生活 现在好了 你很风光地回来了 而且又要上电视 很好 真的很好 妈 我去上海的原因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我发现赵洪和赵涛的生活 一直都是按照你和爸的方向去走的 我害怕 我想要自由 这不是我想要的日子 所以我离开了你 离开了这个家 来 来 大家举杯 祝咱们家的大律师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来来来 吃 好 看你妈的手艺好不好 来来来来 好 去吃啊 吃着鸡 赵青啊 你看你回来多好啊 这才像一个完整的家 爸 你可得谢谢孟老师哦 用 别激穿了 我是谁呀 我是律师 陈考识 硬的眼睛 熊的力量 评价的很客观 好好 好好 今天你个生日 奖励你是今天晚上啊 不用他刷碗 爸太英明 爸太英明了 赵青刷碗 一年得摔碎十个盘 你还有这个记录啊 别挺他 我再给你报一个量啊 十五岁那一年 赵青同学因为学校 不让他留长头发 一气之下剃了个光头 有没有这事 对对对 剃完就后悔 把他拉着我哭啊 非要让他埋顶假发 假发还没摔他 可就恋爱了啊 十五岁有初恋的 你还信他们呢 你比我还连他 我还记着那孩子名字呢 叫刘 刘军 比你大一届 学生会的 你之前做好的 当时你好像只有五岁吧 我断奶之后就是赵青带的我 我什么都记得 我说你们还是兄弟姐妹嘛 在我事的时候给我爆料啊 好像我没干过什么好事似的 有 还真有 你是我人生的启蒙导师 我作证啊 我当时 俏俏 把手都堵上 我是看了 我当时是因为看着他跟刘军 我才学会接吻的 老婆 你明天是看电视学的 你怎么能说说我教你们的呢 你太造谣了 真是造谣 行了行了行了 多多大了 还跟小孩一样 下边听你们老妈讲一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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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青 妈祝你生日快乐 好 也许咱俩的想法一直不能统一 但我还是真心地助援你 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而且 一切顺利 有人说 孩子的生日 是妈的受难日 我可不这么想 你们都是妈的心头肉 赵青 从生你的那一刻起 一直到今天 不管你做什么事 妈都一直爱着你 从来没停止过 谢谢你 好了好了 咱们再一次举杯 祝咱们家的大律师赵青 生日快乐 来 生日快乐 干杯 来来来来 干杯 老师说 大凶座里便有双心 那大凶座里 还有什么呀 王总 你早 翻过来了 我这就看一下邮箱 请 你风口酒什么礼物 那个是沐夫座 那是沐夫座呀 秋秋 你吃到的真多吗 老爷都没有你吃到的多 没关系 我这儿有电脑 您少等一下 我还知道 月亮旁边那些最亮的星星啊 是北斗星 也叫启明星 也叫启明星 在哪儿呢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妈说您就是家里的秦明星 您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王总 王总 待会儿打给你 都安排好了 差一个 你们去看见伴儿了 跟秋秋在花园呢 到哪里见过 没有 走吧 来这儿 老爷 舅舅 老爷 快去叫姥姥 快去叫姥姥啊 姥姥 姥姥 不 娘 你 妳 不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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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爸爸去世这二十多天 一个个回来全是说这些话 要不就问身体好吗 怎么安排的 别太难过了 真烦死了 就不能说点别的 阿里别这样 我们也是好意 我知道 是好意 可你们弄得好像我总是特可怜 我确实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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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觉得 觉得家里太近了 不过我会习惯的 你看这赵青不就搬回来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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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再搬回来就更好了 我 我 我住着离工作就近 而且我女朋友 行吧 我说着玩的 只要你好好地工作 别像以前那样就行 对 妈 我想跟您说说 姐搬回来住也是为了陪您 你别老看她不顺眼 我要看她不顺眼 就不会让她回来住了 你爸刚走 主播又回上海了 他一个人住酒店 我是不放心 你别听他跟你胡说 他说搬回来是为了陪我 还不知道谁陪谁呢 就是 就是 小蕾 他有没有跟你说 为什么要召集大家都回来 听他念你爸的遗嘱啊 没有啊 他就说这是爸的意思 那咱们就听着吧 你得看看 妈 你那儿有卖叔叔电话吗 人家给我安排了工作 我想打电话感谢一下 到你爸书房去看看 那儿肯定有他的名片 行 那我先放这儿吧 好 那谢谢您啊 卖叔 您放心 我一定告诉他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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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 你好 好 进来吧 我叫赵蕾 我是赵鹏飞的儿子 我知道 我爸去世前一天 我在他办公室里见过你 那天我找他有事去了他的办公室 可是我在他葬礼上也看见你了 我是不是小时候就见过你 我喜欢你回家 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你起床 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 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 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 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 就想起你能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 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 我喜欢旅行时 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永远才能相亲 有心才会珍惜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那 永远只相守 换地久天长